那么多 对吧 就杰斯 然后永远 亚索 上把亚索也被搬了 对 你看这把亚索又被搬了 两边第二局 包括说这个版本 这个杰还小加强了一手 但目前看来好像也上不了 前两天我记得 有人玩的一把 发现没用 没啥用 所以在比赛场上 杰的一个发挥空间太小了 三楼继续九筒 搬九筒 抢太太 就是下路优先级是高 但是你泰坦 不配那种EZ加霞啊 这种英雄的话 其实你对线 还是没弱吧 太弱了 感觉TT今天就有点吃得准 自己的下路对线比你强 这这一点 根本对线确实是比较厉害的 而且他们下路 一旦能打到优势的话 其实TT 这个赢比赛就赢得挺轻松的 对 接着搬EC 继续拿泰坦吧 我敢真可以把这个盖伦给弄了 莉莉亚莉莉亚也行 太坦 这是TT玩的比较好的 盖伦 盖伦选下来感觉有点那种赢一半的感觉了 这前中期都太舒服了 一代版本一代神 代代版本玩盖伦 盖伦这玩意是真的确实好玩 对吧 你刚刚不演玩的 我现在把把盖伦 下路有就拿 而且我觉得这英雄 在比赛场上还有个很好玩的地方 就大家对于盖伦这个英雄的一些 优化做的还在持续着 现在有带胶着一级学一个智惨打击上去敲人的那种 那个也挺有意思的 一级换血补脑鹰 就我线也不推我只换血 你那玩法有点变态了 就昨天看到比赛场上的那个 带个胶着然后叠个不灭上去敲一下 KPG这把就像你说的 先把霞一选 有了霞之后下路至少线权有所保重 而且对拼起来 霞的限杀能力也是大于上一局的卡杀 对 主要你拿了泰坦 但是你AD不是个那种进攻型的 其实这泰坦选的价值也不高 这有没有正反手的感觉啊 Kratos 他反而没选择力 耶 行 行 苏手的话 辅助点上看要不要考虑去针对一下 对吧 现在外面加里奥 包括说女坦 这把其实你要真说我敢选个洛也能玩 选个洛确实也行 先把你女坦搬了 就是会比较脆 应该大概率还是来个前排什么牛头啊 加里奥 牛头加里奥 或者说搁浅还有手这个色体 万豪打泰坦是蛮不错的 这个确实蛮不错的 而且搁浅就是那种辅助搬差不多了 我就点一手 开始发挥了 就发挥 吸血鬼 是吧想封一下周周的一个兜底的AP大盒 要不要搬个勇恩呢 感觉可以搬吧 你说右边吧 左边 左边 我感觉左边要搬吧 左边 右边是阵容来个勇恩 对也挺也挺变态的 真还挺变态的 因为现在中路其实优先级高的英雄也没那么多 而且勇恩这个英雄选出来他就比较万金油他打啥都不怕 嗯 发力气也是在中期嘛 对因为你这局对面要选勇恩的话 其实你中路啊真没什么英雄好应对吧 嗯你也不可能说选个格温就格温加利利亚 顶多顶多拿个杰斯拼一下 然后拼不过就输了 杰斯我觉得是ok的 对 KPG这一把可能选杰斯的概率还挺大的 看TT要不要点勇恩的 当然小白的英雄池 最后也是让泰坦瑶去打野辅助 接着补大树 把树也拿了 嗯 这样的话下路还有个奥恩 奥恩其实打树还挺好大的 不怕 主要树打谁我感觉都差不多 树更多还在团战上面发挥 就可能会更大一点 而且现在还研究了一个布隆打树 呃对 布隆打树 一打一个准 奥恩打是最合适的 然后这是中路赌了一个青岗影 我觉得他现在先看一手 先看一手 对吧 这不行我这个中路鱷鱼也能整 你整个什么泳人啥的 呃好像也得青岗影来 哈哈哈哈 看了一下好像也得青岗影 我想了一下整谁好像都是青岗影 主要安然久其实在我们联赛 就是他第一次夺冠的那个时候 第一个冠军的那个常规赛的赛季里面 他玩青岗影玩的特别多 对 当时他两个战士中担 一个刀妹一个青岗影玩的特别好 啊这把选下来两边很类似啊 战士的单线加上一个AP打野 以及下路能够打团加硬 打团的AD加一个硬服 都比较类似的阵容 而且这种曲线我觉得都还蛮相似的 对吧打了后面都有边线更好发挥的英雄 一边青岗影一边有恩 是 打到后期就看团战手法了 嗯 而且我觉得前两波团很重要 就前两波团拿到优势 就前两波团没赢的那一方是很难去防守的 因为你边线压力太大了 我觉得这两次对我今天这个边线确实还蛮重要的 像上一局KPG就是边线边线压力大 没有办法去补发玉去换资源 导致C位的装备一直补不起来 对 上局个鱼其实KPG这个点 做的已经很好了 前面对线还单杀对面一次嘛 对 说没有人帮他来扑拉优势 而且那波单杀完了之后 紧接着对面打野过来又把C给抽掉了 嗯 那单杀对于整个局势来说还是黑的 虽然说拿了一个一血 所以说这局 看看有没有那种上路稍微来帮一帮的一个情况 对 我感觉这个版本帮上路的收益就很难 帮上路是稍带手的 抓过来了帮帮看一眼 不会说那种就是野怪不吃直接跑过来 昨天NOAH打微博第三局的时候 就是上去狂抓贝影刺客 然后贝影刺客0-3的剑膜团战天神下半 就那种情况 不过后面还是偷家姐姐偷掉了 要不然那把剑膜还是给他发挥起来了 电刑莉莉雅 右边的阵容打团感觉就是一套技能 一套冲进去 都是一个篮开啊 错开刷 对于TT来说下半区得稍微小心一点 下路一级 换血换的还是蛮凶的 有点捆的有点好 刚好还把这个搁浅的一个一技能给躲开了 对 TT这个下路双人组确实感觉在对线上面是很强很强的 但该说不说这换血是不是亏烂了 赶紧摸个兵回点 没办法后面又被敲了一下 这又又被一技能打了一下 可凶吗兄弟 这顶台弄了一下 亏麻了 这个亏得有点多 就SMI总是会给你一种就是 你看着我好像挺操的 但你真上来弄我吧 好像还还得被我反杀 对吧 而且他这样搞就是你很难做 你要上去杀他了 很容易被对面A.D.换一个 嗯 在SMI他团战的嗅觉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他属于那种 Hallison那种 哦 对吧 老艺术家 你不知道哪波是真的 哪波是假 OK 这波哥显想来搞婆事 漏了 在这个线 算了 小鹿刷下来了 刷下来可以去空一个下河蟹到5级 泰坦刷的确实快啊 直到5了 上路的话过来帮忙召唤一下 过来找一下人 然后召唤一下蝎子 来一波正义的三打一 这波不会要来硬的吧 就你不走哥们直接弄了 呃 但是KPG中路也来了 三保一 好吧 正义三打一给大招 但是星哥你直接过来踹一脚 把你给劝退了 呃没办法 三打二就越不了 嗯 这蝎子其实打起来 我觉得 算0.8个人吧 他那个伤害也挺高的 还是AOE 哈哈哈 确实 对吧 嗯 最近Solo看看的也挺多的 就是正 各种正义的二打一有优势 主要这玩意出来 我感觉 不平衡 下路应该也得搞一个 这种东西 啊 就对称 下路也得搞 踢到了 青钢英有大招的 呃 挡下来 再做大 做大 再伤害 感觉不太够啊 两个人 是的 小白也来了 所以对于 KPG来说 这一波 只能说尝试一下吧 就奥恩没到五级啊 少两个能打一损的机会 如果能打到那两个一损 伤害可能会够 双人 左先换过来 但是这把换的比较早 三分钟 比这个 第一波资源刷新还有一点时间 有点 old school 这个真的好古老的换线 他们觉得我这个勇恩去到边路更厉害 这样早点换了 而且刚才 啥技能都没交 就交了一个大盒虚弱 闪现还在 各种拉扯 有那种solo在的感觉了 真相 真相 看了一眼 ID 二人九今晚还要打 对了 你还热热手 热热手 找了一个别的组的兄弟 过来打一下 大家更多还是得看下一波 一分钟之后的团战 没错 这部团 可能是对于 这一局来说 影响最大的一波了 如果要去接的话 哎 sony这么凶吗 兄弟 哎呦 绑朵倒勾 帅是很帅 但被打了好多血 对 而且小白来了 小白来了 过来找KG 闪现大吗 我交技能 这忍住了 说实话 刚才给个狗闪杀了 就闪现勾一下 闪现勾一下 刚才沉没了 那个鱼也动不了 交不出那个 横冲直撞的直撞了 他可能还想留技能留到关键的资源团里面吧 半分钟马上刷了 对 如果这波闪啊 大交完之后 下波团肯定是装不好的 看一下两边打野出来 往不同的方向去走 那第一步最后可能是一个换掉的节奏 好稳啊 这局 对啊 真好稳啊 真有点稳 就完全不对碰 不互动 除了下路感觉 smy有点那个蠢蠢蠢蠢 一直想让你捆人 小虎先锋和亚龙登场 又来了经典玩法 先锋不要了 下路看能不能找就越一波 是 挂点燃蜡给虚弱吹起来 要对面拼到底吗 算了 因为也知道对面打野就在下半区了 小白也走了 第一天看了也没久留 这样的话 第一波资源互换之后 感觉又要进入到一个发育节奏了 发育四分钟呗 对吧 就等下一条呗 这样等下来 感觉对于KPG来说 是有一个小小能接受的地方 一个是他们提了 经济 再一个是等 青钢影神分出来的那一波 我可能觉得边线 青钢影更强一点 比永恩更厉害 不好说 打团的话 确实有一定克制 把你扩张之风过来 先看一下这波 一个捆 再给一个大招 各位前辈打乱了 吃一个大招 但是交闪现 再交自己的三技能 还是能溜的 冲的比较远 但是感觉打到后面 其实左边这个阵容 也挺吃莉莉亚的一个发挥的 因为其他人打到后面也不厉害 对 现在两边中路大乱斗了 先锋撞一头 中塔守的欲望也是很坚决的 中塔感觉还能守很久 对 这把两边打得好和平啊 打到现在居然医学还没产生 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本赛季 医学诞生最晚的一曲 行 真有可能 直接回家一本杀人输吗 小子书 现在那个美甲的切魂圈的话 应该比赛场还真没见到比赛场上出的 主要那个在手游里面 刺激太多了 而且打起来容易死掉的话 就收益没那么高 对 倒钩 硬中 但后续小白就在侧面 也不太敢施力冲锋顶上去 两边七分钟还在发育 经济一刹完全没有拉开 这种时候就比较指望 有没有哪位兄弟过来找找点子 想吃这一层还没吃到啊 周周挤坏了 难顶 小白来了 要不要直接勾 勾到给大招交闪现 KG 这一波 闪现交得很及时 刚刚应该是 应该是他那个提前了 因为看过鱼是黑的 对的 OB bug 提前了 预判的好 应该说 那这样要到八分钟了 还没爆发人头 这中塔也摸不掉啊 中塔进化了艾海西亚暴雨的卡莎 手线能力也还挺不错的 真乱洗线 又过来咬住焦点燃 哎呦 这一套加上破败的伤害 让周周有点吃不消了 打不太过 这必须队友过来帮一下 点塔了 一斜塔应该要出来了 8分18秒 一斜塔终于被KBG拿下 但顺势转中 奥恩选择的焦大招 配合莉莉娅把这波献青了 嗯 真稳啊 对吧 挂点燃 来 让你看版本答案 闪现勾给大招 配合盖伦一个大 确实版本答案 就是 3-9瞬间那个眼前一黑 对吧 闪现大招一个都交不出来 对着线的 直接眼前一黑 这样2-9在侧面被找了一波机会啊 不过我觉得这波人头 也不是很影响 完全不影响比赛的大机会 还是要等下来的一个发育 发育等到下一波龙团 而且下一波龙团 我觉得可能是来到 青岸领第一波强势 其实在他附魔允星的这一波 就是正面战场的一个爆发会比较高 现在的话 KBG经济上稍微有一点点领先 但是就是分散呢 大家身上其实都不多 对 没有说集中在某一个位置领先一线成装 而且TT他真要说还想发育的话 就把这条龙去让了也行 就把小龙换个塔什么的 毕竟自己已经拿了第一条龙吧 你看小龙要刷了 都在往下赶 可能会打起一波团 看一下KBG的一个选择 主要这波TT装备上还有差距的 KB还没两件 这波霞的作战能力应该是最强的 把线一起啊 现在在给你河道的一些个压力 但是也有点排不掉 正面再一个凶索敌 探到了一个维新 我已经要去下路来守下这波线 凶索敌探到了一个搁浅 保险 现在维新再去下路守一波线了 TT中路的人更多 这条龙真放了 不敢动啊 我感觉TT现在真接不了了 今天这个TT打的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 对吧 有一种在看这个LCK的感觉 真有这种感觉 真有这种感觉了是吧 没问题 这中路不是周周打R9 中路是这个Faker打超位 运起来了 是得运营了 运营运营着 发现经济还是KPG有所领先 给大了 运行再一砸 这波半完全很高的 打一套吧 队友也来了 叫杨 杨来 这撞的是一个预判闪现的位置 但这感觉怎么都杀不了吧 哎 不行 控制抵消呗 确实 多里还藏一手脚虚弱 那现在防御塔再换回来的话 TT的经济再一次缩小了 把这奥恩哥也没扬了呀 失去了KPG唯一的这个进攻手段 没错 我感觉这波其实是TT的机会啊 今天大家都交了 来 正面接身着急补助 打一套 看一下后续 瑁瑜在进场 先打一套盖伦 盖伦被控住了 盖伦肯定要交技能了 香鬼好肉 大唐 叶蓝瑶也没睡起来 因为也看到了来自于TT的中斧 正在从上路往中路赶 不敢打到底呀 主要这个荣日之神的召唤 还有最后通牒 刚才在上路都是浪费了 对 两个最直接的先手技能没了的话 那么KPG是 就一波all in 也all in不死了 而且刚才也看到盖伦太肉了 这英雄夸张 这哪是石匠鬼啊 这全胜姿态啊 但是他现在我觉得 真对面打起来 他扛不太住 因为他现在没魔抗 哎对 就莉莉亚砸他 都是这种真实伤害 哎 中路找到了 诺单了 卡莎又起飞了 哎 再A一下 泰坦应该是拿到这个头了 呃 大龙刷新的这一刹那 KG是直接在中路 被找到了一波机会啊 大招差一点好 这波机会其实给的 有点不太应该 这样下路的线被推了 下路塔被推了 这波感觉影响有点大 嗯 而且又被捆到了 捆到了一个侠 SFY交一个闪现 被羊撞了起来 还在A伤害够吗 交闪现一顶 大树也倒 再一个钩子 勾到了前排 看一下周周 给到虚弱 大招掌空 阿然就来了 德马夏的正义 先处理到对面的一个奥恩 后续再给个隐心砸下来 莉莉亚再来 捂一波伤害 但是也不太够了 没有叶兰摇了呀 这波 对 这波人头 打了一个一花 确实感觉 TT这几兄弟 这样你说的 就连盖伦都有点扛不住的话 那么这个野斧更扛不住 这波SFY有点搞了 就老艺术家那样 这波应该是假的 虽然说是三打三 但是 没道理 对面三个厉害一点 对 而且这所有技能 都给了一个补助啊 杨坚持的还是比树九 只能说帮助着 可恶斯换一点发育吧 但他在这几波交战里面也没拿到人头 对 人头全是维新的 关键也没几个头 刚才两个头一个给了打野一个给了上单 龙共就五个头 这样青钢瓶也摸出了自己的第二剑 破败 他在边线去找盖伦 让鳄鱼去找永恩 我觉得这两条线打下来都是有优势的 而且现在 大唐也是把自己的一个精神给补出来了 大唐现在全场发育最佳 大唐感觉是吧 要接管比赛的 这个是纯要接管比赛的 我感觉他不拿MVP KPG可能要输 这样说话的是吗 真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感觉左边这个阵容 真的打团只能看莉莉亚 对 对 你说打到现在这种装备的鳄鱼 他在团里能做多少事情 除非说 AD直接走脸 被他闪眼给咬到了 确实 或者说打团去找一下泰坦 就是他鳄鱼玩的好了 还是团里面那个红怒 把你蹲过了 对 你像泰坦这种 就是你可能直接懵了 就虚的 开个分以为自己很肉 但立马被鳄鱼咬个半斜 就这种情况 那现在这一条龙团 看TD敢不敢接 因为卡莎也三条 又混上来了 给一个大招 过去打 两边辅助 互换一下自己的血量 那这样的话 自然之握没了 但搁浅的大招还在 感觉有点亏 有点没道理 有点没道理 对吧 你这波先手没了 你打团又只能看小白的先手 但他是个AP泰坦 没那么肉打 感觉这个老树大招一交的话 还要来 又格尔上去一个吹 格浅直接交三级能力 打一套算了 叫杨了叫杨了 杨来杨网撞过去 留到了一个SMY 真要闪天过来找大树了 格尔SMY这个位置 赶紧把人给拍走 但一个夜兰瑶也睡到了两个人 大树先倒 或许还要再留人 永恩也被一个大招给留了下来 再一盏霞 霞这么没有开出弹就被秒掉了 但是莉莉亚也是接管了比赛 还在想办法打输出啊 但是没有留人的技能了 哇 这一波 两边其实都有人有点失误 开的挺强行的 但最后结果上来说还是赚 是 SUNFLOW这波有大有闪 估计是被微星闪现 主要可以抹了 也是不了了 你是大树你装什么 对吧 确实 SMY确实感觉这几波开开的都太高了 这波除了龙拿到了也没赚太多 TD还能接受呀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主要吃发育的兄弟们没有倒 但中塔这个是在没看到的时候被青岸银给偷了 看下一条远古龙了呀 这大龙其实两边都不太感动 我感觉刚才TD其实可以逼一波之后直接往大龙那去转 因为现在打的龙也挺快的 盖伦的一个永生花也已经做了出来啊 先把所有人摇到中路把线推过去 推完之后再消失去处理边线 而KPG的话 目前 鳄鱼和莉莉亚没闪 要打团还是要等到小路的闪现 他直接全款提了一个网面 小路这闪刚交完还得等一会儿 对还得等一会儿 这全款提了个网面 感觉大唐下一波团可以做一些更激进的操作了 下波要来就横扫前军了 对就大杀四方 现在谁都不敢去带了 主要是现在一带正面直接就开起来了 奥恩的这个开团还是更为直接一点的 距离更远 但我SMY也不要命的呀 对吧 就给你硬开 你有时候遇到这种你还挺虚的 我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拖着拖着卡莎也要四天套了 等不住了动大龙了 感觉拖着有点快啊 感觉戴不来没了 五天选四天选没了 大龙没了 SMY下去赶紧交闪现鬼术妖术 这大龙是白白给掉了 那这样远古龙刷新之前 对面拿了一个大龙 可以拿兵线来运营你中路了 我感觉这波要直接远古龙最后决战了 最后决战了 对看TT几兄弟的操作了 身边直接流到了 打了一套周周 周周的大招也已经交了 这果子 哎但这果子是不是被抢了 好像是 现在周周也没大 永恩在这部战场的作用 可以说微乎其微 但对面已经在动龙了 打得非常快 打得非常快 小白来得有点远 卡莎直接交出一个闪现 过去还要再来留 他要留的是谁 打一套 这波KG季军真的去到卡莎 远古龙被秒了 远古龙秒之后卡莎也没有用 KG他单杀掉了卡莎 清高硬也在正面 留到了所有人 在命中一个半套球果来加速 还想再来留下周周 周周这一波是交了所有的技能跑 但是瞎怎么办呀 虽然周周跑了 但是他只是一个永恩 他经不了兵 确实没有机会了 恭喜KBG 这差不多是用同样的方式 赢下了TT 在两队BO3的决战当中 是扳回了一局 把比分拖到了决胜局 是 然后两边也是战成1比1 恭喜KBG 这把怎么说 我觉得 对吧 感觉就还是那个问题 SM1 主要是我感觉 这把